彭泰新闻综合报道 近日哈尔滨的爆火带动全国旅游热潮 各地文旅部门开始纷纷亮出绝火吸引游客 1月15日在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 张家界市武林园区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局长彭振华 和张家界魅力相惜的演员变身毛古斯 和跳科目三上演变装秀 带着张家界地貌三千奇风出圈 毛古斯相传为土家先民 后来把他们所创造的舞蹈也叫毛古斯 毛古斯土家语称为古斯波普一级祖先的故事 熟土家族流传至今的古老的表演艺术之一 作为土家文化活化时保存至今 当日天气寒冷 进入景区的游客们都穿着厚厚的棉衣 毛古斯们身着象征茅草的毛古斯装束 脖子上戴着红围巾 张家界申请出战 伴随着音乐 彭振华和演员们一起跳起了时下流行的科目三 在这场各地文旅局互卷的大戏中 最先卷出圈的是河南文旅 1月9日开始 河南文旅官方账号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 每天发布二三十条视频 连续四天发布了一百一十二条视频 持续展示本地的文旅资源 吸引了近百万新粉丝 主打一个量变总会引起质变 以至于河南文旅到底发了多少抖音相关话题成为热门搜索 有网友评论称河南是被大家喊话喊着急了 还有人称这是河南的老战术 提海战术剩在数量 毕竟河南文旅注册抖音账号还不到五百天 已经发了1.1万条视频 十四日晚有网友发现 洛阳龙门高铁站不仅有身穿飞鱼服的锦衣卫们 供应游客竟然还直接准备了一百颗钻石赠送 最大有一颗拉 只需回答几个关于洛阳的问题 或现场与主持人对施 即可轻松领取 相关视频显示 不少游客拿到钻石后满脸不可思议 向来来往往的游客展示免费拿到手的钻石 喜悦之情易于言表 河南文旅则因着卷王之王行为登上了热搜 与此同时 其他省份也不甘示弱 山西 山东 四川等省份纷纷被卷入战场 开始秀美食美景 主打一个在线听劝 以及不按理出牌 1月11日当晚 山西文旅连夜跟上河南文旅的步伐 从晚上8点到第二天早上6点35分 一共发布57条视频 最快的时候 一小时发了12条 一分钟发两条 有网友称河南文旅按小时发 咱们山西按分钟发 山西文旅你勤快的 让我有点陌生 河北文旅则自称卷王 宣布要将卷进行彻底 1月12日 河北文旅局听劝 将其官方账号名 从河北旅游改名河北文旅 并发布视频宣战 称山河四省 山西 山东 河北 河南 户部内卷条约正式结束 今天这个卷王 我当定了 紧接着4日 河北文旅日 更75条短视频 所有视频都带上了 警号河北眷王警号的话题标签 被官方提醒一口气 发太多了 先休息一下吧 对此 河北文旅称 75条是抖音的极限 不是河北文旅的极限 被网友戏称 恒水模式的风 终究是吹到了河北文旅的身上 河南 山西 河北杠上了 山东文旅也坐不住了 1月11日 山东文旅官方账号 浩克山东 直接公布邮箱 呼吁山东网友 踊跃投稿 谁也没想到 网友还没来得及投稿 一句 你姓东 东三省 你们那边嘎嘎冷 我姓东 大山东 俺们这边很想请 他的土味视频 就把山东文旅送上了热搜 超过102万网友点赞 在山东文旅的 喊卖带众下 省内各式也行动起来 河南推出我姓河 河俄河 山西推出我姓晋 叫晋宝等 由于部分内容 过于土味无厘头 有网友评论称 刷到自己家乡的那一刻 玄哲的心终于死了 与此同时 各地文旅局 还开启了摇人节奏 河北文旅 请了赵丽颖过来 扛大旗 四川文旅 把凌云摇了出来 刘涛在江西文旅 抖音官号下留言 助力家乡上分 重庆文旅局 请来肖战助力 王一博录制宣传视频 推介家乡河南